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你以为我们要简简单单的煮现成的吗 No 我们要从内而外自食其力 首先呢 根据食量决定糯米粉的分量 分数次呢 加入适量的水 润湿每一粒粉末 当很多小块结成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把它们粘成一个团 用保鲜膜包住备用 接着呢 在少量的猪油中 加入适量的黑芝麻粉 搅拌直到可以成团 然后我们开始搓圆子咯 螺旋丸 什么鬼 记得煮之前呢 要用保鲜膜封住 再然后呢 我们开始搓汤圆馅了 准备功夫完成以后呢 就可以包汤圆了 不包不知道 一包吓一跳 不容易啊 人心不足 蛇吞向 馅太满 补都补不起来 谢谢大家 重新再来 一回生二回熟 技能达成 登登登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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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哎呦有天分哎 人生第一个就这么成功 哇你怎么不禁夸啊 第二个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酒酿小汤圆的酒酿是怎么制作的 50克的糯米 用水洗净 浸泡至少12个小时 第二天上锅蒸半小时 直至蒸熟为止 打入适量冷水搅拌开 称4克酒曲粉 将一部分均匀撒在糯米饭里 剩下的能兑水 在糯米饭中间挖个小洞 把酒驱水倒入其中 盖上盖儿密封好 用毯子裹起来发酵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制造一个温暖不见光的发酵环境 三天以后 我们来尝一下自家酿制的酒酿 没成功 就发酵的时间还不够长 它那种的糖分还没有转化 足够的酒精 所以现在是比较甜酸甜酸的 要吃喝我们的酒酿 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叫牢脏 我们叫甜白酒 合着这个 真的这个糯米吃的话 就能吃到酒精了 就是酒精现在还储存在糯米本身 一口糯米就能有酒精味了 它蛮重的酒精味的 现在来准备豆面汤圆需要的红糖浆 煮汤圆的时候 顺便加几颗枸杞 养生又好看 小汤圆盛出来后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酒酿和桂花蜜 搅拌均匀就可以上桌了 芝麻汤圆煮好后呢 分粒成猪 在豆面里面滚到全部粘满 搅上红糖浆就可以食用了 今天我们的左餐酒 选择了西班牙的气泡酒 配上水煮牛肉肥肠 人间美味不过如此 看我们螺旋校的汤圆 拆东墙不西墙的后果 干杯 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